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汽车微报,我是龙二 今天是4月19日星期三,2017上海车展正式拉开帷幕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奇瑞全新瑞乎5正式亮相 作为奇瑞Concept Beta概念车的量产版车型 新车保留了概念车的许多设计元素 看上去十分年轻动感 内饰也采用了奇瑞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 看上去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而在动力方面 新车将会采用与爱瑞泽5SPOT相同的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147马力 新车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 在本届车展上 极力推出了全新的MPV概念车 这也是该车首次与公众见面 作为一款概念车型 新车在外观上采用了极力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顿型回温联姻样式的前脸 非常的有标志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新车采用了对开门设计 前后门可实现90度开启 非常的帅气 提到车展 自然少不了大众 今天大众正式发布了新款高尔夫电动版车型 新车基本延续了新款高尔夫的外观设计 采用了新样式的LED大灯组 前进几格山内镶嵌有蓝色试条 以表明身份 动力方面 新车的电池组容量由旧款的24.2千瓦时 提高至35.8千瓦时 续航里程也由133.6公里 提高到200公里以上 今天奥迪也带来了自家的Itron Spotpack概念车 这是一款具有轿跑风格的SUV车型 车身线条十分流畅 大尺寸的前进一格山 配合系列的前代文组 让整车看起来非常霸气 而在内饰方面 作为一款概念车 整体的设计也是科技范儿十足 动力部分 新车则搭载的是一套纯电动力系统 最大输出功率为469马力 综合续航里程将达到500公里 GEEP在本届上海生产上 为我们带来了新款的自由光 相比现款车型 新车前后保险杠和侧围增加了与车身颜色相同的大包围 动力方面 预计将搭载与现款车型相同的2.0升和2.4升两款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155和175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9速 首次一体变速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记者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明天再见了